你喜歡英文嗎? 我喜歡英文 我喜歡英文 漫長的暑假對於家長來說是一大難題 而為了照顧社區內較弱勢的學子 草存鎮三角社區特別邀請一位退休的英語老師 前來社區為這些學子教導英語相關知識 我想教偏鄉或者是比較中低收入 就是弱勢的孩子 所以當我有機會知道我們里長有在從事這方面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自願來教導這樣 所以我都是慢慢的慢慢的教 然後一個一個把它叮 讓他們每個人都要學會這樣 三角社區第一次辦理英語夏令營 本次參與的學生約有30位 更依照年級區分為兩個組別 就是希望能夠讓這些學子們提升英語能力 那我們的原則上是以 修飾家庭的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以及我們的編年婦 這個是優先 然後再往多餘的再來辦 其他的那個訊息的那個同學 那我們總共辦了兩班 那就是A班就是比較低年級 國民小區的一二三年級 那用B班 那就是數五六年級 那我們有一點加強我們自己這個社區裡面的孩子 就是這樣子來辦理一個夏令營 蔡老師同時也是三角社區的居民 利用自己一點點的空閒時間 來社區教導這些學子英語相關知識 讓學子們豐富暑假生活 我們的三角裡 他特地在我們的暑假 開辦了兩班的我們的夏令營 然後來指導我們社區裡面 一些比較弱勢的小孩子 可以來學習英文 還感謝我們三角社區 我們理事長 也是我們理長 還有我們的老師 這麼用心的來照顧 我們三角裡的我們的小朋友 他們的英文在暑假 可以繼續的來增進他們的一些 英文的一個程度 社區居民回饋社區 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 教導社區內較弱勢的學子們 應與相關知識 這次也希望讓這些學子們 在暑假期間都能夠持續學習 豐富暑假生活 記得六永勝草頓採訪報導